双向选择量财定岗 日前 西藏昌都军分区某团43 明怀揣计算机操作、网络控制、 汽车驾驶等职业技能证书入伍的新战士 通过强化训练和严格考察 顺利分配定岗 走上专业岗位 今年 该团在新兵培养定岗工作中 首次推行新办法 及综合考量新兵个人特长 兴趣爱好和部队专业岗位需求等要素 并根据新兵专业特点分别设置测试题 以最终考评成绩作为定岗的主要依据 团领导介绍 一方面引导新战士自觉服从组织分配 另一方面顺应人才成长规律 力争做到新战士的特长与岗位相匹配 院校培养与部队使用相适应 在此基础上 该团还以谈谈我的兵之初 说说工作怎么干为题 在新战士中开展互动活动 进一步引导新战士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新战士李嘉云入伍前跟随父亲学过电焊技能 经推荐被分配至修理所 在修理车间很快展露头角 大学生士兵王博上学期间接受过拳击训练 通过自逐选岗 他如愿来到该团教导队 在老兵骨干西新帮带下 他积极发挥自身特长 为单位创新训法 贡献不少金点子 该团领导告诉笔者 通过实行新兵选岗和岗位则兵的双向选择 不仅有效激发了新战士的练兵热情 而且大幅提升了部队人才使用效益